欢迎收看新主播点新闻,我是美珍 新闻一开始我们看到 联邦法院以四对一多数票裁定 驳回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为寻求检讨SRC国际公司4200万令吉洗钱案终极判决所提出的申请 这意味纳吉需要继续在监狱服刑 以东马大法官拿督阿都拉曼为首的联邦法院五司 是在今早开庭后做出上署裁决 另四司分别是联邦法院法官拿督王南吉 联邦法院法官拿督罗德芝扎利亚 联邦法院法官拿督诺丁哈山 以及上诉庭法官拿督阿布巴卡 根据了解 以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东东姑麦润为首的联邦法院五司 是在去年8月23号以致驳回纳吉的终极上诉申请 裁定维持高庭的原判 也就是纳吉涉及SRC国际公司4200万令吉洗钱案 所有7项控状都罪名成立 及时入狱12年及罚款2亿1000万令吉 在佳颖监狱服刑的纳吉在去年9月6号入禀法庭 申请检讨联邦法院维持其SRC国际公司案最诚和刑法的裁决 换个焦点 目前在中国进行官方的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今天受邀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说 安华表示 开放多语言学习是我国的教育方向 因为掌握多语对学生的未来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他说在强调国家语言马来语的同时 大马也开放让学生学习其他语言 这就是大马未来的方向 安华也鼓励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交流 以开拓视野 而不是只靠国家的宣传 让学生到国外学习交流 同时要对区域内其他国家有所了解 另外 安华在发表公开演讲后 在与学生的问答环节中提到 针对他访华之行被指清中 他强调 中国一直是大马的友好伙伴 但大马也没有拒绝和其他的国家维持友好关系 他说 作为首相 需要选择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的国家交往和建立外交 并且反问 这合错之有 沙总理拿多巴丁尼阿邦佐哈里 今天为撒马连伊斯兰墓园大厦主持开幕礼 并形容该大厦是沙拉越多元社会和谐的珍贵象征之一 他说 家属的非穆斯林亲友 出席在这里举行的葬礼 或是探访先人及相关活动时 都可以使用这里的设施 沙马连伊斯兰墓园大厦是由沙清征寺福利信托理事会管理的一站式遗体处理中心 将在4月15号全面运作 这里提供24小时服务 并设有墓园资料数据库 方便民众搜寻先人墓碑的位置 与此同时 墓园内还使用太阳能发电照明设施 阿邦佐哈里说 施利墓园大厦是已故前杀手长 批显斯里阿德南沙登的遗院之一 如今他也实现了其遗院 最后我们看到 一名53岁一般义男子兰丁 在明都鲁施乌路某员工宿舍附近森林采野菜 疑似把有毒腾心乌巴玛达 误认成可食用的另一种腾心乌巴拉利斯 因此便砍下带回家烹煮当晚餐 不料他当晚11点左右感到不适 他的同事发现后马上通知上司 遗憾的是在医护人员抵达时 他已没有了生命迹象 警员在现场了解后得知 死者曾使用森林所砍的腾心 之后把腾心交给化院局化验 警方也针对此事向森林局求证 证实死者使用的是可致命的乌巴玛达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